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讨论2023年的热心读钟 初中同考浴室这个科学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热心的 好,以下哪一个仪器不是科学家 用来扩大观察范围的仪器 放大镜,听诊器,望远镜 还有螺旋测维器 在这边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螺旋测维器 因为我们放大镜 我们这边所讲的观察 当然包括了用眼睛看,用耳朵听 对吧,所以这些可以增加我们的视力范围的 比如说放大镜,我们都看不太清楚 它放大了,让我们可以看清楚了 包括了那个显微镜也是一样 那听诊器听到不是很清楚 然后听不到肺部的声音 这个听诊器一般上是医生用的 那它就可以帮助 可以听到肺部的声音 那还有望远镜跟放大镜,显微镜 这几个都是你看不够远 对不对,我们看观测心情 看不太清楚的 用望远镜就可以,也算是放大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你就也可以看得清楚 那这个螺旋测维器来讲呢 它不是扩大这个观察 它纯粹是一个帮助我们测量的一个仪器 虽然它的测量的一个范围是非常的比较精准一点 就是普通的尺只能去到精准处 去到1mm 那个游标卡尺去到0.1mm 这个螺旋测维器呢 可以去到0.01mm的一个组绝度 OK,所以它不算是扩大这个观察 所以答案应该是东西 第二题 载着汽油的油槽车 它应该要放哪一个标志呢 来提醒大家呢 它是液燃的 液燃的是C的这个图 然后有一把火这样子的 OK,所以第二题答案是C 这个蛮简单 OK,第三题 以下哪一个仪器不适合拿来加热 首先A的这个是两桶 一般上两桶是拿来测量体积而已 没有拿来加热的 烧杯有时候可以 用隔着那个石棉网的话呢 是可以拿来加热的 C的这个呢 锥形锥形瓶也是可以的 稍微的加热还是行的 也是要隔石棉网 然后D的这个四管呢 是可以直接的加热 OK,所以在这边呢 A应该是不能的 A不能加热 第四题 小明儿用刻度尺跟三脚板的 来去测量这个扭扣的直径 它直径是多少呢 你虽然看到3.1 你要扣掉这个2cm 所以应该是比较接近1.1 比较接近1.1cm 答案应该是B 我跟真实的版本好像有修改了 真实版本好像放1cm 我觉得应该是放1.1cm 会比较准确一些 然后第五题 然后呢第五题 如图呢常用的这种机械描表 它有两个表 两个表征 比较长的那个呢 是在外面的 指的是外面的 转一周是多久 那这一种题 这一种好 我们一般上实验是用的 它是数目来讲呢 它是 你可以看到1呢 它是写31的 然后呢2 然后写33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它准确 为什么这样准确的写法呢 因为它一圈 它是30秒而已 第二圈呢就是30到60秒 所以它一周应该是30秒 答案应该是A OK 当然有没有60秒一圈呢 也是有 也是有 就是不同的那种秒表的设计 所以要看图里面 它到底给的是哪一种类 OK 也是有一些秒表呢 是转一圈是60秒的 OK 这一个应该答案应该是30秒 第六题 下表呢有关 动植物的比较哪一个是错误的 这个我也是有修改了 它的真实 真正的题目呢是写正确 如果是正确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好像是没有答案去了 那动物呢是有性生殖 其实植物呢是有有性生殖也有无性生殖 这个一般来讲 应该是OK的 因为植物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无性生殖的 像千叉啊 营养繁殖啊 这些种类的 那至于动物的话呢 如果我们讲说那种很低等的动物 无脊椎动物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分裂啊 这些 但是如果是高等的话呢 一般上只有有有性生殖 所以这边所讲的动物应该是属于那种脊椎动物了 所以感觉上算是正确 如果你在这个错 那其他的 你也会看到他 都有点 错到最离谱的东西 所以这些答案呢 我选的是东西了 那其余的像 动物是一身营养 植物是自身营养 你要挑剔的话 你也可以讲他错了 为什么 因为有植物是一身营养 有一些植物啊 它是寄生的 如果是寄生的话呢 也是属于一身营养 这个就错了 然后呢 C你讲说 是主式运动 跟被动式运动 这个其实 你讲 你讲他对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特例的 有些讲法就是说 这个 为什么叫主动式运动 因为他是有大脑去控制的 然后被动式运动 运动呢 因为他是受了刺激 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应 相对应的运动 像感性运动 曲心运动 他是有接受到刺激的 他才会这样子的运动 当然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好像又有点 不是那么的准确 所以你要讲他错又可以 所以这个题目我真的是不了解 如果他真的是答案真的是写正确的话 那可能他要的答案是C 那我个人觉得说ABC 虽然他有漏洞 但是又不能讲他是错很多 最后我修改了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要的是错误 然后呢 错的是DONKEY 动物时时刻刻在呼吸 植物呢只在晚上呼吸 这个是很多同学会误解的 事实上来讲植物呢在 也是时时刻刻在呼吸 纯粹只是说他早上呢有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我们在侦测那个气体的时候 会有好像感觉上他没有产生 二氧化碳的感觉 因为他有进行光合作用 把二氧化碳又再换回去两期 OK就是这个原因 OK So 第七题 口腔食道胃大肠小肠 联合在一起呢形成了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系统啦 就是消化系统 如果全部联合 这些应该都是器官 全部器官联合就是系统 第八题 宇童呢他有一架照相机 老实说照相机跟眼睛的结构很像 那像瞳孔 结妆机跟视网膜分别的在照相机 是什么呢 瞳孔是控制那个光 我们是叫他光圈 OK 所以瞳孔如果对光圈的话 金状体对应 镜头 视网膜对应胶卷 答案就是10 再来第九题 这个割胶工人呢 他割塑胶的时候呢 他只是割半圈而已 他不能割一整圈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割一整圈的话 就会造成他的这个树皮 树皮的话呢 就是润皮布 润皮布呢 就会被割 割断了 然后呢 一般来讲 这个有机物嘛 对不对 润皮布是运输有机物的 是从叶子那边运下去的 所以你的根部呢 就会失去这个养分 OK 所以呢 不能割一圈 因为你会 切除他的润皮布 导致树根呢 缺少有机物 答案是当机 OK 这个是 我没有全刀 OK 我直接按了 直接按 好 好 再接下去看 第十题 一个优额呢 因为有有某种 因为某种的激素 分泌不正常 造成他的 身 身材矮小 生长 磁缓 但是智力正常 这种是猪鲁症啊 这个是猪鲁症 缺乏生长素 对啊 第十一题 我国新的交通 交通法 明确的规定呢 不能嘴旧驾车 呃 嘴旧驾车的话呢 他会反应会慢 动作会不协调 OK 那动作不协调呢 呃 原因是什么 原本我是想到说 控制动作的 应该就是大脑嘛 对啊 除非他写到那个 呃 除非他写到说 平衡我们可能才会考虑到 写小脑 呃 而且呢 这个大脑里面呢 有一个部位呢 叫做运动啊 运动的一个 呃 控制运动的一个部位 所以 呃 感觉上应该答案应该是大脑 但是我又过后呢 再 确认一下 好 我们讲动作协调不协调 有一部分呢 其实也是 从小脑控制的 所以这一题 我感觉上呢 两个答案啊 好像都 都可以 啊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出法不是很好 啊 所以要明确一点啊 可能啊 在讲说啊 他平衡也出了问题啊 等等的啊 这样就比较明显的是在小脑那边出问题 ok 这这题啊 我给的答案应该是A跟B 我都觉得是呃 可以给对 哦 再来第12题 世界一级方程式 呃 呃 这个 选手呢 他看到红色的信号转成绿色的时候 他就立马 开足 呃就是开足马力就踩那个油门了 然后呢 呃就是 真先这样子 首先呢 他接受的那个信息呢 是在眼睛 眼睛呢 那是在头部了 所以我们在头部的这一些啊 这样子 比如说眼睛的那个四神经啊 鼻子的嗅神经啊 呃 舌头的那种 那个味觉啊 全部是直接连去大脑的 总共一共有12对 因为这12对呢 是直接连大脑的 ok 所以眼睛 啊 接受刺激 他会经过传入神经呢 是直接进大脑的 所以那些没有进大脑的啊 像这里他是写脊髓啊 就不太对了 呃过后呢 当然 我也必须要讲 这个我也是修改过他的答案了 呃 他的答案呢 是给 B的答案是给大脑之后 经过传出神经再去过脊肉 但是如果你讲说他是踩油门的话呢 那个脊肉应该是脚 在脚那边 因为下半身的话呢 就应该是脊髓去控制 所以这边有Bug啊 所以我在 大脑呢 应该是 在通过脊髓 然后呢 才有传出神经去到我们脚铺的脊肉 所以我在这边呢 又再补了一个脊髓 所以让他的答案呢 就比较 准确一些 不然的话呢 这个又错一点 那个又错一点 感觉上好像都不在对眼这样子 第十三题 儿童的公园啊 有一项呢 很多小孩子喜欢玩的这种气球 他的图我也上网找了一下 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球 这个球呢 他充满空气了之后 小孩子又进去里面 然后呢 就让他在里面玩一阵子 但是有时间控制的 有时间控制 小孩子不能在球里面玩太久 那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怕你啊 用完那个氧气了之后就缺氧 所以取决于这个时间长短呢 应该是球内的氧气的含量 然后球内氧气含量 OK 所以氧气一用完了 你就要离开了 OK 第十四题 下列哪一项呢 有关减速分裂的叙述呢 是错误的 减速分裂产生四个 脂细胞对 体细胞通过减速分裂来繁殖 这个有点怪怪 应该是讲说 体细胞是通过减速分裂 来 产生生殖细胞 产生生殖细胞就对了 然后来繁殖又有点奇怪 减速分裂呢 染色体的数目会减半对 减速分裂呢 含有两次连续性的分裂 所以它会复制一次连续分裂两次 然后这种答案呢 应该是B了 第十五题 以下呢 是二氧化碳呢 由肺部排出体外的正确途径 从肺部开始 所以你们要看清楚题目了 以前的题目呢 很多次是外面进去的 这个是里面要出去的 里面要出去的话呢 一定要是从肺炮开始 你看从六号开始就错了 就倒转了 五号开始 六号结束 OK 要么就A 要么就B 肺炮出来应该是直气管 直气管过后到气管 气管过后呢 到喉 喉了到烟 然后最后呢 去到B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A 根据下图 这个 这个它的表演是比较不一样一点的 然后我再修改一下 把它变成我们课本的标准 我们课本的标准应该是D A呢 脊椎动物 或者其实叫脊椎动物 也不是很明显 不是很正确 应该要想说有脊柱跟无脊柱 脊椎动物好像是用名字来区分 就有点不是很对 OK 有脊柱去二号 无脊柱去三号 二号里面呢 软生的是哪一个 所以 软生非软生 你的甲呢要软生 所以金鱼可以 麻雀可以 乌龟可以 泥鱼 泥鱼是娃娃鱼 它是两栖类的 也可以 所以甲的这些四个呢都正确 你的这个要非软生 但是要注意啊 它要是那个 无脊椎动物的 要是脊椎动物的 二号这里都是脊椎动物 像蟹子是无脊椎动物 所以不能拿 OK 非软生 这个鲨鱼可以拿 它是软胎生的 孔雀鱼好像也是软胎生 然后呢金鱼呢是胎生的 OK 所以这个淘汰了A 然后呢马路 辐射对称是什么 所以这个名词好像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学了 辐射对称呢它其实是一个点 然后呢往外扩张 好像是在这里呢 就只有海星是成这种形状 就是海的就是辐射对称 用到这个名词 OK 所以最后呢答案呢就只有东西了 因为这个辐射对称的关系 第17题 用达尔文呢 这个我必须要讲 原本它给的是没有答案 我必须要 OK 我先回来讲一下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因为我在 这一题是 这一题野兔的保护色 和鹰的锐利互光 是因为他们互相选择的结果 这个原本好像是在2022年的同考 然后我的视频 我是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对 过后呢我们讨论过后呢 生物老师就讲说不能用这个互相选择了 没有这样子的讲法 没有讲说互相选择 虽然是 的确是鹰的眼睛很锐利 所以这个野兔的保护色就会越来越 越来越 跟外界更加不明显 然后呢这个野兔的保护色 越来越 厉害的时候呢这个眼睛 鹰的眼睛就会越来越厉害 来抓他们 所以但是虽然看起来好像两个人 的一个 互相影响造成的一个 一个结果 但是呢千万不要写 互相选择 这个写法是错的 ok 所以这一个呢 他原本的 原本的题目呢是这样的 互相选择 然后呢 照理来讲呢 应该是错的 ok 然后长颈鹿经常的伸长颈前肢 然后呢造成他前肢变成 这个我们很明显的 我们都讲了这个是错的了 因为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呢 它是没有方向性的 ok 这个是叫用金飞退 当然 他们目前是否决了这个用金飞退了 然后呢这个磁尔工业黑化现象呢 是因为煤炭熏黑 煤炭熏黑的是那个树木 然后呢造成了它的环境的一个保护色的关系 齿尔呢就会变成黑光 是这个原因 而不是那个齿尔被熏黑 ok 所以这个也是错了 那北极熏为了适应冰天雪地的环境 他们都定向的啊 只要你一写到有定向的话 定向的变异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达尔文的一个讲法了 ok 所以这个看到完 没有答案 ok 所以我我我必须要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影响到 因为我有好像 呃那个初中的科学的话呢 好像只有我在录制视频 可能有老师看到的还是讲 所以最后呢 我这边给的答案呢 Google form的答案呢 我还是给A 但是我把这个互相选择呢 换成了自然选择 那这个答案呢就变对了 ok 所以这我有 所以这一份考验 其实我有动过手脚 有什么我觉得有争议性啊 有有问题的地方呢 我就有改掉的 ok 好那第18题 古代侦察兵呢 他为了提早发现到敌人的骑兵活动 他把耳朵贴在地面上 那一个解释是错误的 这个马蹄他在地方的时候震动会发出声音 对马蹄声会沿着土地传播 对马蹄声不能由空气传导入 而不是说不能 而是他会比较慢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不是说不能的啊 所以这个讲法是错的 土地传播声音的速度会比空气来的快 对 ok 就这样 第19题 同学能够从一个细胞发育成一个小小一个小量妹啊 整个一系列的复杂的变化 欸 胎儿的时期呢 是在哪里发育呢 在子宫啊 这个前面基本上是非法 对 啊 胎儿在妈妈的子宫内发育 呃 注射药物啊 注射药物呢 注射在肌肉的话呢 他第一个呢 是会从 他第一个去到心脏呢 应该是会从上下腔经脉去到这个右心房 对吧 所以这题第二十题答案呢 应该是右心房 欸 这个题目也是出过了好多次了 对吧 已经看过了好多次了 第二十一题 化石为了为生物的演化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化石能够证明什么呢 物种是发展变化的 对 早期的生物呢 结构简单 对 现代呢 现代生物都是由古代生物演化而来 也对 不同种类的动物胚胎看起来非常相似 这个是胚胎学吧 对不对 跟这个化石没有关系 而且我们也很少会看到呃 胚胎状的化石 对吧 很少说胚胎的精进就死去的 第二十二题 下列各物质所表现出的特性 何者是物理性质 可燃性是化学性质 坚硬与否 这个是物理性质 生锈不生锈呢 这个也是化学性质 然后呢 那投入水会立刻 发生变化 这个其实是化学反应来的 ok 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是B 硬度 属于物理变化 物理性质 下列的四种变化 来 有一种变化 跟其他三种本质不同 什么意思 本质不同 四一幅晒干 这是物理变化来的 对吧 那个一幅晒干 是水分蒸发 三态的一个变化 每条在空气中会变K 这个是因为氧化了 对吧 化学变化来的 生锈也是化学变化 澄清石灰水 吹气会变滚濁 是因为澄清石灰水 COH2 遇到了二氧化碳 会变成CO3 沉淀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化学变化 所以这一题呢 其实要问的是 讲明显一点嘛 可能也不要讲到太明显 他就是要给你看出来 哪几个是生物理变化 哪一个是 只有一个的是那个 单定出来的 应该是物理变化 当然是A 第24题 这一题他其实没有给到 这个F1等于56 CU等于63.5 我觉得应该要给 不然的话呢 有好像有一些部分呢 没有办法判断 当然有些老师可能就会认为说 铜的密度比较高 这个很多 这个是一个逻辑 一个是这个逻辑来的 所以他可能就会认为说 这个什么呢 这个铜的密度比起来的大呢 这个应该要多 所以他没有铁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铁丝放入这个铜 硫酸铜 铁丝会把这个铜值换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变成硫酸铁 所以呢 哪一个是 描述是不正确的 铁丝表面会有 红色色的 红色的 金属铜生成 这个对了 这个对 我们要选不正确的 溶液会从蓝色 逐渐变成浅绿色 因为硫酸铜是蓝色的 过后变成了硫酸铁 F1 SO4 会是浅绿色 这个也对 质量增加 溶液的质量增加 还是铁丝质量逐渐减少 因为铁丝 如果我们只是看铁丝的话呢 它覆盖上来的铜 我们不算在内 它是的确是减少的 因为它的这个F1 有点像是融进去那个 溶液里面 所以这个讲法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溶液的质量的话 原本是CUSO4 变成F1SO4 F1的相对原子质量比较小 所以这个质量应该是变少的 不是变多的 所以错误的应该是C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要给稍微的给一下 虽然不需要准准 不需要用到这个数据 但是呢 你必须要懂说 F1的这个相对原子质量 是比铜来的小 好 所以至少说 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才可以判断出答案 C出来 第25题 水电解为氢气和氧气 哪一个书写是正确的 应该是22了 对吧 H2O还有FHD这边会有E 然后答案是Doc 所以这里只是看哪一个有配评正确而已 所以如果你熟练的话呢 应该可以很容易看出来答案是Doc 以下哪一个反应是虚热的 这题我必须要吐槽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华文版的话 为什么要讲华文版 因为华文版的这个同考 我们是昔日反应呢 必须要是化学反应来的 然后呢 唯一的课本上有出现的那个昔日反应的 应该是什么清氧化碑加什么氨的 有什么氨的 硝酸氨还是什么 OK 然后呢 溶解会有 会放出 也会吸热的话呢 也是那个硝酸氨 溶在水里面 也是会吸热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东西里面有钢的 那个 就应该是吸热的 但是这边它给了什么呢 农油专家水呢 它是会放热的 金属 金属钠跟水的反应也是会放热 每条在空气中燃烧 燃烧都是放热的 激烈的一个放热 激烈的氧化现象也是激烈的一个放热的一个反应 所以呢 答案呢 是变成了Dockey Dockey是什么呢 干冰升华 它会吸热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是反应吗 OK 我们的反应呢 是必须要是化学反应 但是这个是物理的 物理的一个变化来的 所以为什么讲 华文版其实 这个 出到这个选项其实不太正确了 OK 但是英文版又可以 因为在英文版里面 它的确是也把这种 酸态的变化 细日跟放热呢 也是放在那个所谓的 endotermic 跟 这个是endotermic endotermic reaction 虽然 原格来讲 它不是reaction OK 但是英文版的 确是有把这个干冰 升华 放在这个 昔日这一边 它是昔日没有错 所以 所以 哪一个反应 但是它又不是反应 这个就是我 我要吐槽的 那边 OK 如果你写 你不要写 哪一个会吸热 那OK 那你不要用反应 要它护士反应 第27题 一个化合物呢 它在密封加热 会完全分解后 它会得到氨气 它会得到水和二氧化碳 OK 当然我们之前学过 又会产生水一定是有氢 会产生二氧化碳 因为会有碳 对吧 氨气是NH3 所以它也必须要有氢跟氢 对不对 它有氢 有氢 有碳 有氧 这个氧为什么一定要有呢 因为它这里密封了之后 这个CO2有O 以前我们是讲说 它跟空气燃烧 所以那个氧可能是从空气来 这边它是一个package包在一起来加热 所以这个O也必须要选 OK 所以答案是短题 OK 第28题 金属钠跟水的反应无效 会产生氢气 但是N是什么 那这种题目如果你讲到老师我没有学过这个反应 是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G的反应来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分析那个 分析它这个反应前后有多少个NA有多少个H有多少个O 你看两个NA它有两个NA 它有H2有乘2 所以它H是4个 对啊 H是4个 O呢是两个的 在右边这边H它给了两个 所以如果我要balance的话 我这里是有 我这里是有两个NA有两个H 有两个O 有两个O 是咯 有两个O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它应该是有一个 它的答案呢应该是出现比的 对不对 222的话应该是NAOH乘2 好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比 答案是比的 OK 第29题 10克的甲跟足量的乙反应 卫生成8克的饼和15克的钉 那请问参与反应的乙是多少 8加15呢应该是23 那这个甲只有10 那这个饼 那那个乙呢应该是13克 OK 所以这个是做简法罢了 只要是什么频率 第一 地球上呢 就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又是清洁 无污染的 这个一定是太阳能的 对啊 这个不用看了 一定是只有太阳能的 第三者议题 所以不带花蜜的蜜蜂 它飞行翅膀的每秒钟震动的次数呢 是440次 如果带花蜜的话呢 只能震动300次 你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它 带了那个蜜蜜 花蜜之后 好重啊 然后呢拍少几次 这样子了 所以不带花蜜的那个 是440hz 它是音调比较高的 OK 所以呢 不带花蜜的音调比较高 带花蜜的音调比较低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应该是A 所以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如果是配合那个钟灵的考卷 钟灵有出现说 我们的那种彩蜜的人 他是靠音调来分辨 这个蜜蜂有没有花蜜 如果你有看过这题呢 你就会知道说 那个选项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呢 原来是有这样的一回事 OK 第32题 在其他的光 没有其他的光照下 红色光 舞台发出红色光 白色上衣会是红色 蓝色群子会是黑色 OK 所以上衣红色 群是黑色 好 因为蓝色的话呢 就代表他反射蓝光 吸收红光 吸收 绿光 所以呢 你造成红色 他吸收掉 所以他会整件黑色 OK 闭合电路后啊 这个我们来进行分析一下 他的这个电流 应该是从正流上去 从后面流上去 从前面流下来 从后面流上去 前面流下来 这一边是N 好 异性相细 这一个B 这一边是N 那这个电 那个磁场线 应该往这个方向去 所以C这一边呢 会是N 所以也就是说 我要找北极的话 分别是B和C 对吧 答案就是 B和C 答案是Docky 答案是Docky 好的 大概是这样啊 第三十四题 一条弹簧圆长0.5 0.2 然后呢 他 变成0.6的时候呢 是4个牛顿的 你就会看到 这个是0个牛顿 感觉上 0. 他一个 0.17m 好像就是1个牛顿的感觉 对吧 如果你看他的距离 这个0.4 这个 这个就是4 所以呢 如果是去到1.2m的话 是多少拉力呢 这里又增加6 0.6吧 所以这里要增加6 所以这个是10 10牛顿 当然是C 当然你可以一个一个去 当然你可以 两个两个了 就比如说我 一个0.4 这个是2 这里补一个0.8 是6 1.0 是8 1.2 就会是10 这个是列表的一个方法 当然你讲我不要列表的话 我可以 计算吗 所以你可以假设他的 这个是圆长 这个4牛顿呢 伸长量就是0.6-0.2 过后呢 这个10牛顿的话 他要问拉力 F2呢 是多少 当他的 长度是1.2-0.2 这个伸长量就是 减一减就得到1 所以这一边 所以这一边是4除以0.4 等于F2除以1 好 那我以为 除以4 就得到10牛顿了 好 所以这个级 你就可以用算的 也是可以算到答案是10牛顿 一般上我会用两个做法来 确认好 我们的答案是不是正确 第三十五题 脚车呢 有许多呢 是这个 物理知识啊 哪一个的认识是错误的 在马路的行驶上 行驶的时候呢 脚踏车 和地面的摩擦率越小越好 哇 你想象啊 就是很多水的话 是不是好事啊 不是哦 会打滑哦 对吗 然后你要brake又brake不下来 然后呢 就会 而且啊 而且 你其实往前推动的时候 也是靠摩擦率的 所以不是说越小越好 这个讲法是错的 刹车是一个省力杠杆 对 就是他手把那里 会是一个杠杆 然后 车他 车外胎 还有这个塑胶套 还有灯脚 他会有花纹是为了增加摩擦率 对 他的前轴 用了前轴中轴跟后轴呢 用了这个轮轴 滚动轮轴是为了减少摩擦 这个也对 但是呢 这个地面呢 就是有点像是这个车外胎 车外胎跟路面呢 其实是要增加摩擦率的 不能减少 减少的话呢 你就控制不了 第三十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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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 AB跌放在水平面 地面 受的压力是什么 地面所受到的压力 我们进行分析一下 但是他就讲说 A和B 对地面的压力之和 就有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B A只是压B 完了 他没有压地面 你讲说B对地面的压力 有点怪怪 但是只有B对地面的压力 好像又对我 OK 所以我 这题有点 B对地面的压力 就是这个A和B的重力 的大小 又对我 所以我 我又不晓得说B这个讲法又有什么错 对吧 毕竟说 的确B对地面的压力 其实就是包括了A的重量在里面 所以B的这个讲法错在哪里 感觉上又没有错过 OK 这题 我也是很奇怪 他到底那个答案给的是多少 OK 我看答案B应该也能够接受 然后我应该把那个答案也增加到一个 选项 感觉上B好像也行 OK 大家来看37题 小众喜欢跟 跟随爸爸去钓鱼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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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他看到 爸爸钓鱼的时候呢 都会很费力的感觉 所以他其实是要 呃 变相的告诉你 呃 钓鱼呢 其实是呃 钓鱼是一个费力杠杆 所以哪一个呢 也是 呃 不一样 哪一个的类型不一样 划龙舟其实他的那个 他是第一类杠杆 他支点在中间 但是你会看到他的讲特别长 因为他要让他可以划的那个幅度 增加 那就是说你的手划的幅度没有这么大 但是那个讲划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这个他的确是费力杠杆 但是划龙舟有很多人 联合在一起划啊 所以呢 你是借用了一组人的一个力量 去去去划那个走 扫把其实也是属于第三类杠杆 也是费力的 筷子也是费力杠杆 费力杠杆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你的呃 呃那个 比如说手部的运动只需要很小 然后呢 那个 呃你要移动的那个东西 他就会移动很多 就是省贵仪的意思 ok 所以ABC都是费力的 只有这个汤匙去撬开饼干桶 因为饼干桶 其实他关的很紧 啊 所以呢你是要用神力杠杆去撬开他 所以第三十七题答应该是DONKE 这个是神力杠杆来的 第三十八题以下哪一个应用 不是应用轮轴 轮轴哦 它是有一个 是有点像是转圆圈 它一定要是转圆圈的 像方向盘是转圆嘛 对不对 它有一个大轮 你要转那个大轮 那中间那个轴也会转 门把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象成以前那种圆的手把的话 对吗 我们旋转它 它也是属于旋转的 水龙头其实也是旋转 虽然它是放一个杆在那边 然后帮助你旋转 它也是属于旋转的 轮轴 只有开平器好像没有所谓的旋转 它是一个支点 一个支点 然后比较像是杠杆 所以这13个话题 答案是开平器 第三十九题 哪一个呢 是我们常用的日历呢 是它其实要讲的是浓历 就是古代呢 运用的地球和月球的这个运动的一个阴阳力 我们用的浓历 下列呢 哪一个是节日的结合 是跟地球的公转有关 也就是说我们的浓历来讲 它会有24节气 24节气呢 它其实是跟阳历的 也就是说地球的公转有关 然后有一些呢 就是跟农历的 那个农历的你就会讲说 比如说 打个比如中秋节什么时候 农历8月15 它是农历固定在某个日子的 那这种其实是农历的日子 像端午节也是跟农历的 它是农历5月初五 中元节就是所谓的余兰节 农历7月15 春节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 所以它是农历正月初一 元宵节是新年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正月15 农历正月15 七夕是农历的7月7日初七 那只有这个清明节是 西历它固定在那个我们的西历里面的 4月2号3号之间 它会有一天的一个变动这样子 像冬至也一定是在12月21号 22号这两天这样子 OK 像还有哪一些它跟春夏秋冬有关的啦 虽然中秋节有秋这个字 但是它其实是固定在农历 它固定在农历8月15 所以它就不是了 像什么呢 春分啊 秋分啊 冬至啊 什么盲种啊 那个 什么呢 24节气 那24个节日 你不用备完的啦 它应该也不会出到那些太冷门的 OK 这些是 那个跟 跟 跟阳历有关的 所以这些答案呢 是 OK 第四十题 它在露营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看到半个月 我们如果是在下午六点看到的话 它一定是上选月 它在早上看到的话呢 就会是下选月 OK 所以这个初步可以看到它是上选月来的 OK 上选月 上选月会有大潮吗 不会啊 它是小潮 因为它是 太阳 地球跟月球呢 呈现九十度角 这个可能是初七初八 对 上选月 这个是对的 会有月偏时吗 不会 月偏时 月全时也好呢 都一定会在满月的时候 C错 D也错 什么本领区也是月时来的 OK 所以这题 呃 虽然你可能讲 我是我不知道是上选月还是下选月 呃 没关系 你会看 如果你辨认的出来 大潮 是新月或满月 月偏时也好 月全时也好 都是属于 呃 满月的 所以你只要剔除这两 这三个 你又可以看得出来 B就是对的 OK 好嘞 那第四十一题 太阳出现 呃 天空出现 红色的月球 红色的月球呢 是月时啊 其实是月时 然后呢 因为太阳光 呃 透过大气层的时候 它会有三色 把蓝光全部过滤掉 剩下红光 所以月 这个月全时的时候呢 那个月球不是黑色的 它会有骨虫色 啊 就有点像流血这样子 所以雪月哪一个是正确的 呃 雪月的时候会 会有大潮这个对啊 因为它是满月的情形 发生在星月 错 它是满月 呃 月 雪月发生的时候 月球会在地球跟太阳之间 应该是 地球会在月球跟太阳之间 啊 so 到转了吧 月 雪月发生的过程快速管站 应该蛮久的 它差不多 月全时 差不多可以经历几小时的 啊 长达数小时 所以第41题答案是A OK 再来看第42题 D 用途呢 是这个地球 的内部构造 C D 它分成了四层 如果分成四层的话呢 D应该是地壳 C应该是地慢 A和B分别是内地和跟外地和 所以哪一个 呃 他问说C的这一层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个物质是液体存在 液体应该是在B 啊 D慢其实还不是属于这个液体的 它是属于固态的 它只有一些部分呢 它是原浆呢 它才是属于 它也不叫它液态 就是熔熔的一个原石的状态 所以这一边其实地慢还是大部分呢 都是属于固态的 拥有大量的铁和碳和铝 这一个我查过了 它应该是铁和铭 还有硅酸盐 啊 所以这个好像也不太正确 厚度大于地壳 对 但小于内阴和好像又不太对 好像它最大了 如果你看这四层来讲 C好像是最大 其物质可以形成新的原石 对它如果它冒 就是 岩浆在这一层 它冒出来了之后冷却 它就会形成火层岩 就是属于新的岩石 所以这个感觉上东西应该是正确的 第四十二三题 地球这个是水循环 砍伐数目会增加地表浸流 减少增腾作用 对泉水呢 是由地下浸流所导致的 也对 降水呢 可以通过固体和液体的形式 对 下雨就叫 液体了 对吧 下雪的就是属于固体吧 OK 然后洪水现象是地下浸流 应该是地表浸流造成的吧 OK 所以东西是错的 洪水应该不是地下浸流 你如果讲土崩的话 可能是地下浸流造成 但是浇洪水的话 应该是地表了 以下关于大气层的叙述 是正确的 飞机只能在平流层以下 应该是讲说飞机只能够在平流层 或以下 就平流层也可以啊 你这样子写好像是只能在平流层以下 就不能在平流层的意思了 所以这题有点真 就是这个有点不太准确了 A 然后臭氧层位于平流层内 这个对 电离层在平流层 错 它应该是在热层 人造卫星发射是中间层 不对 应该是在外层 OK 所以答案应该是B 第45题 德明他收集了原石的样本 分析不下 深浅不易的层次 摩擦后又会有少碎力 有贝壳的足迹 重点在这一边 因为有贝壳的足迹 一定是成其言 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总题的 因为有化石在里面 第46题 这个懒人火锅 它有这个什么生石灰 然后写着不可误实 底下哪个跟生石灰是正确的 生石灰为碱 可以酸组成盐和水 生石灰是CAO 这题也是 我也有修改了 他原题是说 生石灰为碱性物质 可以 可以这个酸组成盐和水 对一半 不对一半 因为生石灰的确是碱性物质 因为它是金属氧化物 金属氧化物 我们可以叫它碱性物质 没有错 所以我把它换成碱 如果你讲它是碱 它又不对了 因为它是氧化钙 氧化钙就不是碱了 所以我把它修改一下 把它变错这样子的 生石灰是CAO3 错应该是CAO 生石灰会 吸热应该是放热 放热才可以把食物煮走 然后生石灰可以从石灰石中加热取得 石灰石是CAO3 加热之后的确就会变成CAO 所以答案应该是短P的 第四十七题 这个物质会在空气中潮解 我们一般上讲潮解 应该是氢化钙 对不对 所以更看了 答案应该是A 我们大家继续看这些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闹闷了 因为它除了讲潮解以外 它还要讲说 紫色包菜菜质 可以将溶液换成绿色 我怎么知道换绿色是酸还是碱 对吧 这个包菜 我只要有人去背这个包菜的颜色 没有人去背这个包菜颜色的吧 你给个石蕊的颜色也好 给个粉胎的颜色 放这个包菜的颜色变成绿色 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当然我们看到潮解 我们一般上会选这个氢化钙 OK 所以这题它应该要的答案是氢化钙 但是叙述用这个包菜菜质 紫色包菜菜质 我用谷歌找我才懂 紫色包菜菜质会变绿色 它是碱性的 OK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是很好 用石蕊比较好 第48题 小米的这个沙发神山 它的海拔3000米进行住宿 加热煮水的时候 它会发现到冷水的很快就飞腾了 但是又很快又冷却 哪一个讲法是正确 因为它飞点很低 水还没有到达100度 应该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的气压的关系 气压应该是低 飞点低 第49题 太阳活动极大期 它是大概会在2025年 这个时候呢 极光很可能就会很频繁的出现 那天文观察太阳活动呢 到底是哪一个结构作为指标 它们是去数这个太阳黑子的数量的 好 所以这句答案是A 根据我们的演化理论来估计 太阳呢 应该是处于中年 年龄大概45.7亿左右 大概接近50亿啊 那以下的哪 以下哪项为太阳衰老啊 可以变成的现象 会变红超巨星啊 红巨星对红超巨星错了啊 然后会形成中子或黑 黑洞吗 应该不会 它质量没有什么不够大 它会形成形形状星圆 最后变这个白矮星 这个就对了 OK 是从红巨星变形形状星圆 最后变白矮星 超巨星呢 也是在中子星跟黑洞之前 所以是质量比较大的才会 所以第50体验答案呢 应该是7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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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